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说她的这个 其实她的身世是很复杂的 她要在这个乱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她是这样的一个人物 这个女人就是很要强的一个人 我就说她因为她永远要找到她自己的位置 她是这样的 所以她有时候她做的事情吧 你就觉得她什么都要拔头 她有时候她像一个男人一样 因为那个时代就是男人 每个人就是为什么叫乱世出英雄 就找不到自己 就永远要找到 她是一个女人 我就觉得她是要找到她自己这样一个位置的这样的一个人 她就是说 因为她就是说 所以你会觉得有些时候她觉得很可笑 就是因为她总是做的事情吧 她不符合一个 一个那个气场的一个女人应该做的 她总是 因为她的个性决定 一个人的性格决定 她要所干的一件事情 所以她干的事情 你会有时候觉得她很可笑 就是说她这样一个人 但是你最后你还会觉得这个女人 还是让你觉得挺可爱的一个女人 她还比较真实是这样一个人 我觉得其实拿捏的还有很多 就是说比如说 还有一个我们 就是说大陆的演员 跟香港的演员 港台的演员 他们要在一起 他还有一个就是说 大家在一起 还要有一种 就是一种 因为他文化本身 比如说语言 当然这次他们也说普通话了 大家也在都在一起 现场都说普通话 但是他可能还是有一些 一些东西的 可能不同 就是习惯的一种不同 生活习惯和表演的习惯的不同 但在这个情况下 怎么样让 让看了一部电影 觉得它是一个 你在这个局里面 它是很融合的一个电影 它是一个很完整的这样一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 在这个戏里面 才要做的一件事情 也会啊 但是我就觉得 她为什么今天她也说了 就是她讲的普通话 她忽然找到了一种 新的一种感觉 就是这种东西 有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去 说出来是怎么会 一种感觉的 因为既然她说的 不是像我们这样的 这样的一种 这么顺畅的一种 所以她就把她的普通话 说的更有味道 我觉得是这样的 所以她有时候 她有很夸张的地方 但她也有很那个什么 所以让我还是挺吃惊的 所以我反倒觉得 她真的很聪明的 就她把她的语言 她就说普通话 我记得她有一句台词 她说原来 你还藏着别的东西 她把那个别就拉得很长 原来你还藏着别的那样的 就是让你觉得 也符合那个人物 但是她就是 她讲的是普通话 但是她把它讲出来 就是说你觉得她是 反正一种感觉的 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吧 我在这个戏里面 其实包括那个 那个梁 梁伟宰也说 梁伟宰到最后说 梁先生说说 哎呀就希望这个戏 大家还能聚在一起 因为这个戏 所有的演员 大家的性情都很相同 我们在一起 哎呀就吃吃饭呀 然后喝喝个酒啊 什么的 大家在一起 就是大家的 好像所有的那个爱好 都很相同 所以这个戏 就非常的融洽 我就说比如说 他们在一起 因为周迅他会说粤语嘛 他们都说广东话 我有时候 哎总是听得一头雾水的 但时不时的 也跟着他们一起 附和着笑一下 大笑一下什么的 然后周迅知道 我听不懂 周迅说啊 你能不能 咱们从现在开始 大家都说普通话 但是韦仔就说 说是不要啊 你说希望研究以后 还能到我们香港来拍戏 我们先锻炼锻炼台 这样他听一听 就大家在一起 都是还是都是挺开心的吧 我想说其实这个戏里面 导演都不是说 让我们去是刻意的去搞笑 就说是 其实我想说 我在演这个戏里面 所有的戏 的每一场戏 都是都是有设计的一种戏 就是说 他的设计 还要符合于他这个 当时的一种情景的一种感觉 所以说 为什么导演也说 他这是一个认真的戏剧 因为这个戏本身 就是具有一个戏剧结构的 这样的一个戏 所有的人物的身份 就有一种戏剧的结构 人与人之间在一起 而且还富有情感的一个戏剧 我觉得是这样一个戏